僵尸吃大蒜比赛之道具赛 假如把场上的植物和药水看作道具 右边五位僵尸当中谁能率先吃到超人的脑子呢? 支持铁桶僵尸的请扣1 支持缩一僵尸的请扣2 支持小丑僵尸的请扣3 支持机甲路障僵尸的请扣4 支持周刊僵尸的请扣5 好的,僵尸吃大蒜比赛正式开始 这一次讨厌的不仅仅是僵尸的速度了 运气也很重要 僵尸们陆续吃到第一个大蒜纷纷换行 在这些僵尸里面呢 机甲路障僵尸有点特殊 它会吃大蒜但是不会换行 好的,马上就要到第一个道具所在的位置了 大力局,看看哪个僵尸会率先吃到 诶,场外的僵尸观众比赛期间禁止入场 上吧,窝窝内荷窟,清场清场 好了,言归正传 不要在意场外的干扰 机甲路障僵尸被冰冻山塞冻住了 有三个僵尸来到了第一行 机甲路障僵尸恢复了 缩衣僵尸被炫芸洋葱定住了 小丑僵尸和周刊僵尸被田赛护卫弹走了 这一下反倒是机甲路障僵尸领先了 缩衣僵尸也恢复了 赛程进入了后半段 第二行有一个土豆地雷 踩中它的僵尸将会直接淘汰 我们看到年夜安果开始吹泡泡了 周刊僵尸和铁筒僵尸被田赛护卫弹走了 下面的三个僵尸呢 全部被年夜安果给挡住了 所以说铁筒僵尸和周刊僵尸还是有机会的 铁筒僵尸把田赛护卫吃掉了 好的,他们两个已经追上来了 这是一颗关键的大蒜 决定他俩的命运 铁筒僵尸被坚果阻挡了 周刊僵尸啃完了大蒜之后 来到了土豆地雷的面前 周刊僵尸 没想到啊 第一个淘汰的是周刊僵尸 有多少小伙伴觉得周刊僵尸会夺冠的 没想到他会被土豆地雷炸掉吧 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铁筒僵尸率先啃完坚果 他来到了第四行 这下有意思了 四个僵尸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道具都用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看这个毒瘾箍了 所以僵尸 是所以僵尸踩中了毒瘾箍 他在持续掉血 完了 所以僵尸 剩下的三个僵尸 你们已经是前三名了 谁会最先到达终点呢 出现了 是小丑僵尸 这个结果你们猜到了吗